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哲哥 作为现实金全民最火的游戏 王种荣耀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有事没事来一把 因为王者朋友之间互相吹捧和嘲讽非常有意思 那么在王种荣耀中 游戏打得好 会有段位和分数的排名 对于我们路人想要拿一个国服的前十 其难度需要伴们也都懂 但如果说一个人拿到16国服 你绝对不相信 毕竟一些职业与大主播最多不超过10个 这也已经很不错了 可最近一位专丸辅助的主播却做到了 他就是吴日田 在最新的国服榜单更新后 吴日田拿到了最后一个辅助中奎的国标 细数一下 王种荣耀一共16个辅助英雄 他全部都打到了国服 是全网唯一一个将一个位置的国服 全部获得的第一人 同时由于英雄的积分超高 在榜单上冲进前十 拿下国服最强有者的称号 吴日田不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让大家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不得不佩服能拿下16国服的人 不仅仅需要平时的努力 更要具备极强的游戏意识和操作技术 而得到这个成就之后 吴日田却搞笑的挑感到 天美是时候该出一些辅助英雄了 不然自己都没有国服可打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几个国服英雄呢 可以留言炫耀一波 让小翟哥也嫉妒一反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